何西亚书,第一章,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作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作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亚。 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耶和华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型淫乱,离弃,耶和华。 于是,何西亚去娶了蒂拉因的女儿戈灭,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在过片时,我必讨耶护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是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古地折断以色列的宫。 戈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神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却要把他们全然赶出去。 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功,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 戈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神说,给他起名叫罗阿弥,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 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树。 从前在圣摩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来,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和西阿书第二章。 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魏阿米,称你们的姊妹魏鲁哈玛。 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 叫她除掉脸上的银像和胸间的银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体,与财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 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她们是从淫乱而生的。 她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她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她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她们给的。 因此,看啊,我必用荆棘堵塞她的道,筑墙挡住她,使她找不着陆。 她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她必寻找她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 她不知道是我给她五股,辛酒,喝油,又加增她的金饮,这都是她们为八粒预备的。 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股辛酒收回,也必将她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朵回来。 如今,我必在她所爱的眼前显露她的隐形,必无人能救她脱离我的手。 我也必使她的艳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她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 我也必毁坏她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她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未赏赐的。 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斥。 我必追讨她速日给朱巴黎烧香的罪,那是她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她所爱的,却忘记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看啊,后来我必劝导她,领她到旷野,对她说安慰的话。 她从那里出来,我必辞她葡萄园,又辞她亚哥谷,作为盼望的门。 她必在那里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 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黎,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珠巴黎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 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爬物礼约,我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 我必骗你永远归我为妻,以公义,公平,慈爱,怜悯,骗你归我,也以信实骗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听允,我必听允诸天,诸天必听允地,地必听允五谷,心酒,何有,这些必听允耶斯列敏。 我必将它种在这地,肃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何西阿书,第三章。 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湖中的酒,耶和华还是爱他们。 我便用十五块银子,大卖一赫梅尔半,买它归我。 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你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我为你也必这样。 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相,无以福的,无家中的神像。 后来以色列人必回转,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 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新归相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和西阿书第四章。 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 神,单其假事,说谎,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血流不断。 因此,这地悲哀,骑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臂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 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别人,因为你的民语跟祭祀争辩的人一样。 所以,你这祭祀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亦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 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祀。 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祭祀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因此我必使他们的荣耀便为羞辱。 他们吃尽我民的赎罪计,满心愿意我民犯罪。 将来民如何,祭祀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 他们吃,却不得饱,行银,而不得利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 奸银喝酒,并心酒,夺去人的心。 我的民求问莫偶,因为墓葬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淫乱的灵史,他们走差了,他们就行银离弃,神,不守渔树,在个山顶,各高纲的橡树,杨树,渔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 所以,你们的女儿必淫乱,你们的配偶必奸淫。 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配偶奸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众淫妇同居,与娼妓一同陷阱。 因此,这无知的民必至跌倒。 以色列啊,你虽然行银,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吉甲去,不要上到伯亚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骑士。 以色列被盗,犹如贝离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棉羊羔在宽阔之地,以法连亲近偶像,任凭他吧。 他们所喝的都是酸的,他们时常行饮,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是,任凭他们吧。 封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现的祭弊至蒙修,和西阿书第五章,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 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而听。 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向米斯巴如网罗,在他博山如铺张的网。 我就是斥责他们众人,这些叛逆的人仍刺行杀戮,罪孽极深。 以法连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连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 他们并不改正自己所行的,使他们归下。 神,因有淫乱的灵在他们中间,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 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 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连逼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由大爷必与他们一同跌倒。 他们必牵着羊群牛群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以精准去离开他们。 他们想,耶和华行事鬼诈,剩了私子。 到了一个月,他们与他们的低夜必被吞灭。 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脚,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大声喊叫,说,便雅敏啊,有仇敌在你后头。 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连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之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 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 以法连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 所以,我向以法连必如蛀虫,向犹大家如同朽烂。 以法连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就往亚述人去献耶雷不亡。 只是他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 因我要向以法连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撞狮子。 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大救。 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 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窃窃寻求我,和谐阿书第六章,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 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包扎。 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眼前得以存活。 我们勿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向干雨,向滋润田地的春雨秋雨。 主说,以法连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 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 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消散的朝露。 因此,我急先只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 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甚于凡计。 他们却如众人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 激烈是作孽之人的城,被写沾染。 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路上一同杀戮,都因他们行了邪影。 在以色列家,我献了可怕的是,在以法连那里有银行,以色列被玷污。 犹大啊,我是被鲁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割,和虾书,第七章。 我医治好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连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 他们行事虚晃,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 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 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 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时火灼望。 在我们王燕乐的日子,首领使他因酒成病,王羽县慢人拉手。 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 众民也热如火炉,吞灭他们的审判官。 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 以法莲与列邦人混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 外邦人吞吃他劳力的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仍不觉得。 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他们既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 以法莲也好像鸽子愚蠢无心,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树。 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王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 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 他们因逃避我,必定有祸,因为被我,必被毁灭。 我虽就熟了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 他们在床上哀嚎的时候,并不承心哀求我。 他们为求五股心酒聚集,仍然叛逆我。 我虽包扎他们,兼顾他们的绑壁,他们竟图谋抗拒我。 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功。 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 这在埃及的必做人的绩效,和西亚书抵巴掌,你用口吹号吧。 他必如应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 以色列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认识你了。 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 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 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识。 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出。 撒玛利亚啊,你的牛犊已经丢弃你,我的怒气向败牛犊的人发作。 他们到几十方能无罪呢? 这牛犊也曾出于以色列,是将人所造的,故此并不是神。 撒玛利亚的牛犊却要被打碎。 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旋风。 所种的牙肠不出碎,就是发苗也不结实。 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 以色列被吞吃,他们现今在外邦人中,必向人不喜悦地弃命。 他们投奔亚树,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联会买所爱的。 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 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忧愁骗食。 以法联多住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 我给他写了律法的大事,他却已未与他毫无关设。 他们给我献肉味祭物,又自食其肉。 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 他们必归回埃及。 以色列忘记他的造物主建造庙宇,由大多造坚固成,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诚意,吞灭其中的宫殿和西亚书第九章。 以色列啊,不要向别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引离弃你的神,在各股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 场和酒诈都不够以色列人吃用,新酒也必缺乏。 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连去要归回埃及,必在亚树吃不洁净的物。 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县惦记,他们也不蒙悦纳。 他们的祭物,比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淀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 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 看啊,他们因灾难离去,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魔妇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 他们堆放银子的美帝必长吉利,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 以色列人必知道追讨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 您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你多多作孽,大怀怨恨。 以法连曾做我神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 以法连深深败坏自己,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因此,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 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 他们却往巴黎,匹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又按他们所爱的,把可憎之物存留。 至于以法连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分娩,不怀胎,不成孕。 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 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 我曾看以法连如推罗在于美帝,以法连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教宇航杀戮的人。 耶和华呀,求你嫁给他们,嫁慎魔呢,要使他们胎坠如前。 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家,我在那里憎恶他们。 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叛逆的。 以法连受责罚,根本枯钱,必不能结果,急或分娩,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 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和西阿书第十章。 以色列是空存的葡萄树,他所接的果只归他自己。 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下。 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位有错。 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仲向。 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 王能为我们做甚魔呢? 他们为李约说谎言,其假事,因此,灾伐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离沟中。 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名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 人必将牛犊,也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不王。 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 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墨,如水面的墨子一样。 亚文的众高丘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 吉利和祭壁常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 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 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驻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 我必随意惩罚他们。 他们在自己两立沟中自捆的时候,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 以法莲是训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我要使以法莲背弃。 由大币耕田,雅各币爬地,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 现今正式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化的果子。 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所以在你民中必有轰嚷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将其中的母摔碎在自己儿女上。 因你们的大鳄,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 早晨以内,以色列的王毕全然检出《和西亚书》第十一章,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女来。 先知越发呼唤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巴黎献祭给雕刻的像烧香。 我又教导以法连行走,捉着他们的双臂,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 我用人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塞加板,把粮食给他们。 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 刀剑必临到他们的诚意,毁坏之子,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 我的民篇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呼唤他们归向至,上者,却无人尊崇他。 以法连啊,我怎能舍弃你? 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 我怎能使你如鸭马,怎能使你如喜扁? 我灰心转意,我的后悔都发动了。 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连。 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也不寻行进程。 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 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战京而来。 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战京而来,又如鸽子从亚树的来到。 我必安置他们在自己的房屋。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法连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 由大雀仍语,神一同掌权,与圣民有忠心。 和西阿书第十二章,以法连吃风且追赶东风, 天天增添虚晃和强暴,与亚树立约,把游送到埃及。 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地惩罚他, 按他所做地报应他。 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 壮年的时候与神教力,与天使教力, 并且的圣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献, 耶和华在那里小于我们以色列人, 耶和华大君之神,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 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 常常等候你的神。 以法连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压。 以法连说,然而我成了富足,得了财宝, 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甚魔罪孽, 可算畏罪的。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 我必使你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 我以极重先知小欲,并且加增异象, 极先知舍利比喻。 激烈人没有罪孽吗? 他们果然是虚假的。 人在吉甲县公牛独魏祭, 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离沟中的乱堆。 从前雅各逃到叙利亚地, 以色列为的欺负世人,为的欺语人放羊。 耶和华界先知领以色列出埃及, 以色列也即先知而得保存。 以法连大大惹动,主怒, 所以他流泄的罪笔归在他身上。 他的,主笔将那因以法连所受的羞辱归还他, 和西阿书第十三章, 从前以法连说话可战可惊, 他在以色列中自居未高, 但他在巴黎的世上犯罪就死了。 现今他们罪上加罪, 用银子为自己铸造种项, 又照自己的聪明制造, 都是匠人的工作。 有人论说, 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 因此, 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 又如消散的朝露, 向场上的康比被旋风吹去, 又想掩起藤雨窗外。 自从你出埃及的以来, 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 在我以外, 你不可认识别神, 除我以外并没有救助。 我曾在旷野, 在大汉之地认识你。 这些民照我所赐的草场得了宝足, 既得宝足, 心就高傲, 忘记了我。 因此, 我要向他们如狮子, 又如抱负在道旁。 我遇现他们, 必向丢幼熊的母熊撕裂他们的心魔。 在那里, 我必向狮子吞吃他们, 野兽必撕裂他们。 以色列啊, 你自取败坏, 我却是帮助你的。 我要做你的王。 除我以外, 谁能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呢? 你的审判官竟对我说, 给我立王和首领。 我在怒气中降王死你, 又在烈怒中降王废去。 以法联的罪孽包裹, 他的罪恶隐藏。 妇人阵痛的愁苦, 必临到他身上。 他是无智慧之子, 到了产子之地, 不当久留。 我必就熟他们脱离坟墓, 就熟他们脱离死亡。 死亡啊, 我是你的灾害, 坟墓啊, 我是你的毁灭, 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 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 必有东风刮来, 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 他的全员碧前, 他的源头必结, 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 撒玛利亚必成为荒场, 因为叛逆他的神。 他们必倒在刀下, 婴孩必被摔碎, 孕妇必被偷开。 和西阿书第十四章, 以色列啊, 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 当归向耶和华, 用言语祷告他说, 求你除净罪孽, 开恩收纳我们, 这样, 我们就把嘴唇的忌带 剃牛毒献上。 亚树必不能救我们, 我们不再骑马。 我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 你们是我们的众神, 因为无负地 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 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 甘心爱他们, 因为我的怒气已向他转消。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 他必如百合花生长, 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 他的枝子必延长, 他的荣华如橄榄树, 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 住在他阴下的壁归回, 他们壁发望如五谷, 生长如葡萄树。 其中的香气必如黎巴嫩的酒。 以法连壁说, 我与偶像还有甚么观赦呢? 我耶和华听见他, 也助看他, 我如清脆的松树。 你的果子从我而得。 谁是智慧人, 可以明白这些事? 谁是通达人, 可以知道这一切? 因为耶和华的道士正确地, 一人必在其中行走, 罪人却在其上跌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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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